我已经做好了一个菜 看看有没有食欲 豆角土豆做了不少 这碗挺大的 准备再炒一个干 好 这样一下大煮 这是今晚上先熬的小米粥 这米饭是凉的 是中午的 给女人这样搭配 很烫的小米粥 横在米饭的碗里 这样就是两种米 冷热均匀了 再来一勺 他如果吃不了就给我 我只喝小米粥 我想吃几根豆角 几块土豆就可以了 妈妈 妈妈 人家我那屋 过来吃个干杯 来 现在唱十五分钟五点 我和女儿俩呢 先吃 一会看看奇葩公回来 他是整个上桌子吃饭的 你们看看他是在桌子上吃呢 还是到厨房里吃 还是把饭菜拌到一起 拿到他内屋吃呢 我先吃饭啊 等待奇葩公回来 本来呢 本来呢是要吃饭哈 忽然想喝点酒 就想喝这瓶红酒 你们看一下啊 通化干红 是我在通化来大连的时候 在通化带来的 也好几年了 但是呢 找不到平起子 看这盖 是木头杀哈 放着吧 就不喝了 改成 白的了 看 白酒 一听白酒 好像怪吓人的 适量就好 白酒呢 喝一喝 能输筋活血 红酒起不开 我就喝口白的啊 连二两都没有 吃一碗豆角 感觉都有多淡了 不淡 不能吃太咸了 你尝尝肉 真的挺好 这咸蛋真的挺好 你看这土豆 我很喜欢吃土豆 这土豆都上颜色了 又面又香呢 你肉切的好大 我女儿说我的肉切的好大 这样吃着不饮 感觉是在吃那种炖肉 如果切的很小的片呢 放在这里面 就像炒菜肉 没人吃 扒拉来扒拉去的 都倒了 然后我就在想 就这样的大块 放在土豆豆 豆椒锅里一炖 挺香的 用一个辣白菜 女儿说这肝没有炒老 我着急了啊 按理说我是不会这么吃的 我家都是这种白色的小盘子 我会给它掰到盘里的 这也着急了 就这么吃吧 嗯 这肝好吃 特别嫩 这白酒也是好多年的白酒了 差不多能有多少年啊 到大连就三四年了 四五六 差不多有七八年了吧 也是在童话带来的 一大塑料壶 一会儿你爸回来 我让他起这瓶红酒 他不一定能给起啊 要干过吗 对 对雪碧啊 到时候给你 对雪碧就好喝呀 你爸不但不给起 还得好好一顿 又得说浪 平起的 到处浪 我熬了 算了 一会儿我还是自己早平起的 自己起吧 我们俩俩先吃 现在正好是五点钟了 五点半左右吧 奇葩公差不多能回来 等他回来的时候 我就把镜头偷偷的对站门口啊 就差不多一直在拍 然后我跟他说话啊 分享一下 我跟奇葩公的日常 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的裙子啊 看 还挺长的 这裙子啊 还挺厚的 好多年了 我是在通化最大的商场 欧亚 在那儿买的 记得当时这条裙子 好像是800块钱 好东西啊 就是好东西 一点也不起毛 还有弹力 还挺暖和的 其实要讲物质生活吧 我还是在通化过得滋润 要讲精神生活呢 还是在大连过得滋润 你们为我加加油 来 我干了得了 我们俩吃完了 你先吃吧 行不行 你等一会儿 都给你留在桌子上了 买的啥软大煎变 你赶紧吃吧 我们俩都吃好了 那你什么时候吃啊 你什么时候吃啊 饭菜给你留在桌子上吗 我给你留桌子上了啊 就是这样的家庭氛围 一个大男人这样 家庭的氛围 怎么能气乐融融呢 从来不跟我们一起吃饭 出来了啊 出来了出来了 拿猫粮为那只来路 拧着猫去了 你把鸡子炒哪去了 那整瓶面放上我炒 那你放到哪了 我们怎么没找到呢 人家回来就起开了 我呢就没起开 晚上就没捞着喝 喝的白酒 你还做啥呀 我炒鸡蛋 再炒个鸡蛋吃 我炒鸡蛋我整天没吃 我天哪 这两个菜 两三个菜还不够吃 还得炒个鸡蛋卷煎煎煎 真会照顾自己 太厉害了 我们炒鸡蛋 远大煎煎吃 半大葱 牛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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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